只要記得 水冷車的部分 它的散熱部分是比較夠的 而且本人就讓你可以騎長途 騎遠程 所以它的散熱絕對是沒有問題 好 大家好,我是小魚 這次拿到了七奇DRG 我們就來拆起來看一下它的差異吧 這二十一 2個 2個 3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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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個 7個 好那現在這一次DRG7型呢 改裝的部分就是它的燈 它的燈變成做一個什麼杜蘭的那個 杜蘭的一些設備啊 然後他說光型會更好 它的輪胎配備這次說R1N 這次R1N喔 那R1N的膠質我測試起來是還不錯的 然後它也是蠻黏的 所以原廠配置這條輪胎其實CP值很高 不像之前有一些 看過我之前有一些輪胎給的是比較陽春的 所以會比較滑一點點 然後它前後的人都是R1N 可以看到這一個卡鉗 它就是我說的DRG就是內疊 那內疊的部分 比較不會有抓通的問題 所以它是內疊固定疊 DRG從以前就是這些配備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它的傳動 傳動的部分呢 除了說有改成左旋啊右旋 左右旋只是開立盤在開的時間點會延後而已 影響也是傳動的部分 接下來它的改裝盤子 其實說真的啊 它的盤子糾正起來看不出什麼詭異 只有套管比較長 套管是真的比較長 大概長0.5左右而已 然後蒲立盤的部分呢 這邊多加一個油風 可能對蒲立盤會比較耐用一點 可是油風會對於套管比較有點阻力 對以我手來推的話 它的阻力就是比較大一點點 所以有些人會說要把這個油風開掉 可是這樣子是對盤子不好的喔 對它阻力會比較大一點點 然後再來我們看一下裡面 裡面的部分呢 就是它的節流閥部分 節流閥有加大 然後旗管也變短了 然後說這個也是新式的金兵啊 那新式的金兵是六旗的 說什麼第六代不是第四代的 那肉眼上看起來是差不多 其實就是節流閥加大 那它的配備其實跟以前都差不多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喔 左邊的是電腦 金兵電腦 然後電池五號 它的裡面應該是沒有特別改什麼啦 然後再來就是風扇的部分 它說風扇的部分呢 它是輕量化風扇 所以看得出來齁 這個葉片都切這麼薄 然後有輕量化風扇 那當然散熱會有影響 散熱會影響的情況下呢 它輕量化風扇的部分 就會有一個散熱不足的風險 那因為這台車是水冷車 只要記得齁 水冷車的部分 它的散熱部分是比較夠的 而且本人就讓你可以騎長途 騎遠程 所以它的散熱絕對是沒有問題 所以至於有一些人說啊 輕量化風扇會不會有散熱不足 會不會造成已經過熱這個問題呢 如果會這樣 山羊它還敢做嗎 山羊不是自己打自己臉嗎 所以山羊會做輕量化風扇 表示它的散熱一定夠 這部分是不用擔心的 至於輕量化風扇就會 可能會有一些風險的部分呢 就由山羊去承擔嘛 反正我們看它們怎樣囉 那楓葉的部分呢其實 也沒有很厚 所以這就是楓葉上面 它可能有做一些修改的部分 那山羊DRG的部分呢 接下來就是它的尾燈 它尾燈就是有開什麼龍 龍靈啊 龍靈尾燈啊 這次就是它的尾燈有一些修改 然後屁股的更尖了 它比之前還要更尖 西齊的DRG 其實大致上改裝就是這樣 那旁邊一台六席的 其實它意義上沒有到太大 一些尾燈啊 一些改裝的部分 那其實就這樣 這次的七齊DRG MOTO拆起來就到這裡了 喜歡DRG的人可以考慮一下 七齊的 七齊的加速會更好 反應會更好 今天的MOTO拆起來就到這裡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小鈴鐺 掰掰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to編